大家好,今天我们介绍如何使用MSP430F5529实现超声波测距 首先,我们看到一些红定义,定义了CPU的频率,延时函数和触发引脚以及回响引脚的引脚号 这四个函数用于调试,分别是串口初始化,串口发送数据,浮点数转字浮串函数 Distance用于保存超声波测得的距离,另外两个是串口相关数据 在主函数中,我们配置了引脚方向和初始状态 其中,P1.3倍配置为输出模式,用作超声波传感器的触发引脚 而P1.4倍配置为输入模式,用作超声波传感器的回响引脚 我们还调用了UARTInit函数,用于初始化串口通信,方便将测得的距离发送给终端设备 然后,在Wile循环中,我们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触发引脚为高电瓶,延时10微秒 然后将触发引脚置为低电瓶,从而发送一个10微秒的脉冲 等待回响引脚的状态,变为高电瓶,开始计时 等待回响引脚的状态,变为低电瓶 结束计时 根据计时器的计数值,计算出距离并保存在Distance变量中 当前系统主时中是1兆赫兹 计数值它02的计时单位是纳秒 按当前算得的距离单位是厘米 将测得的距离转换成字符串格式,并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延时一秒钟等待下一次测量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超声波测的距离还是挺准确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,感谢大家观看